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智 今天咱们的翡翠知识小课堂又开课了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讲木那的色 木那木那其实它是棉语英语过来的 棉语的话我们就木那木那 但是真正就是说棉语木那木那的意思 它是未成熟的意思 这个有点那个 但是其实就是说早期开采的很多木那料子 就出来都比较的疏松,比较的松散 所以说缅甸人就会觉得它未成熟 比较的松散,比较的嫩 所以说才有了木那这个名词 所以说木那就是这么来的 那当然我们讲的木那有色必精 其实大家很多老翠友应该也玩过很多料子 很多木那料子皮壳上只要是有点色 有点色带,有点松花的 一般来说切进去改进去之后都能够进色 就是它进色的一个几率确实是很大 所以说才会有我们讲的木那有色必精 那这也是就是说多年 是吧,这些前辈总结出来的一小句话 那为什么木那有色必精呢 跟它的散口特性以及制色原理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的 那为什么木那有色必精 那大致的一个原因来自于 木那料子啊 它的原生矿晶体的一个这个间隙 比较的疏松 就是大家都知道木那很多料子呢 可能比较疏松比较嫩 正是这个原因啊 它含葛的这个制色元素 能够进入到翡翠内部 所以说我们讲的木那有色必精 有色必精 是吧 就是木那进色的一个肌力概率会大 就是这个原因啊 那反之像墨西沙 真的吗 墨西沙料子大家都知道啊 它其实以种水闻名 以种水而得名 它很少以 哎呀墨西沙出什么高色 我说墨西沙出很多色 是比较少的啊 那毕竟就是墨西沙确实 它的一个质地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啊 晶体晶体之间是排力是非常非常紧凑的 所以说它进色的条件就会比较的差 所以说木那料子呢 它先天就有一个什么 进色的一个优势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啊 它原生矿晶体之间的这个间隙啊 比较的松散 墨西沙跟木那 其实有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啊 这一点呢 其实我想必有很多玩过 是吧 一些次友都懂的啊 就不用小时候多说了啊 那我们不得不讲一讲的是什么 就是翡翠绿色啊 它的一个制色原理 是什么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啊 能够进色呢 这里就那么话重点啊 这里非常非常重要 好吧 来我们讲一讲 首先第一 就是我们讲内质同向制色 什么是内质同向制色 就是说是那么 我们讲的这个含葛的这个溶液 这个元素啊 能够进入到翡翠内部 并且跟翡翠育肉的一个质地分子 发生一个置换交换啊 所以说它是有变化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内质同向制色啊 那制色原理呢 我们会上到食物 以及上到道具啊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演示 好吧 更让大家更直观的 能够看得很明白啊 那小智手里的这块木纳料子 就是典型的什么 内质同向制色 它的成分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来我们先看料子 大面积开窗的一块木纳料子 看到没有 这个色非常非常的均匀 非常非常的辣 就是说目前我们能看到到的部位啊 它色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它完全没有色花的一个表现 没有说哪里色泛白呀 或者是不够均匀 准个色是完全铺开的啊 就是早期啊 含葛的这个溶液 进入到这块料子之后 它跟翡翠育肉的一个质地 发生的交换啊 它的成分上已经变了 它这个葛元素含葛的这个溶液 完全进入到这块翡翠内部 并且啊 就是融为一体啊 就打入敌人内部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所以说 它才能整一个完全画得开 画得好 整一个才能啊 就是说不变种 整一个色阳色辣 是吧 整一个非常非常均匀的铺开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内质同向制色啊 就是我们讲的内质同向制色 它的皮壳 你看就有色部位的一个皮壳 看到没有 跟没色部位的一个皮壳 它其实是没什么变化的 都是一致的啊 但是反观 就是我们讲的 胶带作用制色的一个皮壳 看到没有 就有色部位的一个皮壳 是吧 跟没有色的部位的一个皮壳 它其实是有点点变化的 是吧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啊 这个也是一个小重点啊 知道吗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道具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什么是内质同向制色 小制手里呢 有一杯呃 这个彩色的这个原料啊 包括有一个小的小的海绵 我们把它往里放 来啊 来说的吗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比喻 好吧 那木纳料子本身 它原生晶体的一个间隙比较疏松 所以说含葛的溶液 这些元素啊 能够完全的进入到翡翠内部 而且非常非常的均匀 真正的就是说打入敌人内部了啊 完全铺开 很均匀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每一个面啊 它都非常非常均匀 看到没有啊 那我们把它切开 就比如说这是一块料子啊 我们从中间切一道 哎 我们切开之后 它这个色也是完全的进入到了翡翠内部的 看到没有 完全的铺开 完全的很均匀 就是说完全的 真的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啊 对吗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内质同向制色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 胶带作用制色 胶带作用制色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简单 一样的就是含葛的这个溶液这个元素啊 顺这个缝隙 裂隙啊 顺这个晶体之间的这个间隙啊 进入到一个翡翠内部啊 那它成分上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按道理来说啊 内质同向制色呢 要更好 它的色会更均匀啊 那当然也有食物 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小智手里的这块木纳料子啊 一样的就是说望过去 它有色 有色带 有血 那血呢 我们先不讲 我们先讲色啊 那一样的就是说早期啊 含葛的这个溶液呢 进入到这个翡翠内部 是吧 它根本就是说 没有成分上的一个变化 是吧 它跟育肉内部的质力分子 没有发生质变 它只是进入里面 来 兄弟们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块料子啊 鸭灯非常非常的洋 肿的特别特别好 但是它局部呢 其实色稍微有点淡 就有点什么 有点飘色花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讲一讲雪啊 兄弟们 那雪呢 其实是含葛的一种灰石矿物啊 就说其实 呃 假如说这个葛啊 它能够通过一些小的缝隙 能够钻得进去 那它就形成了色啊 假如说它进不去 兄弟们 它堆积在表面呢 它就形成了我们讲的雪 所以说雪呢 其实大概的就是这么来的 很简单啊 所以说木纳料子有雪呢 就大概率都会进飘花啊 进色 是吧 但是比如说你换做墨湾基啊 墨西沙藏口啊 大概率都会形成一个死雪 形成一些很脏的一些 黑色的一些矿物质啊 就我们讲的一个脏底啊 所以说木纳料子有雪呢 并不怕 是吧 要看它是死雪还是活雪啊 因为雪呢 能够帮我们深色化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上道具 给大家看看什么是胶带作用之色 来 小子手里面呢 是一块这个泡沫啊 我们一样的把它泡到这个溶液里面 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胶带作用之色 看到没有 含葛的这个溶液 这个严肃啊 能够通过这些缝隙 裂隙 钻到育肉内部去 但是没有裂隙 或者没有晶体缝隙的地方呢 它就进不去 看到没看到没有 那很明显的 你看这些孔里 是吧 这些缝隙里面啊 就能够进色 但是其他部位就很难去进色 那一样的 就我们比喻成一块料子 我们把它切开 看到没有 它育肉内部 你看 看到没有 有裂隙 有缝隙的地方 它明显就进色了 看到没有 但是没有缝隙地方 你看它还是大白底 大白肉 就没有进色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胶带作用之色 它的一个原理啊 就小小的道具 给大家做个展示 那胶带作用之色的木纳料子呢 一般来说 它会有很多飘色 飘花 就会有可能会飘得很灵动 全身都有飘花 是吧 那 假如说换成其他敞口呢 它一样的 它进色的这种条件 没那么好 它就没有木纳料子这么灵动 懂我意思吧 兄弟们吧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 热液填充制色 热液填充制色呢 很简单 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 小金丝色带 那种水路带子的那种色 是吧 都属于我们讲的热液填充制色 那热液填充制色呢 就是说早期 它这个含葛的这个溶液 能够钻到里面去 就那么一小条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木纳料子 那种小金丝色带 就那么一小条 觉得吧 那因为手里没有这种金丝色的料子 没法给大家做展示 但是很简单 好吧 热液填充制色呢 就比较的简单了 就我一讲了 大家应该能够听得明白 那稍微 就是说复杂一点的 就是我们讲 类质同向制色 还有就是胶带作用制色 那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学生的吗 就是一块料子上 它有可能会出现三种 又有类质同向制色 又有胶带作用制色 还有热液填充制色 但是也有可能有两种 就是有类质同向制色和胶带作用制色 也有可能热液 就热液制色 加上类质同向制色 它会交替 它会出现不同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翡翠的一个魅力 就是千变万化 是吧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是吧 那小时给大家讲的这些知识点呢 都可以通过食物来做出一个验证 并且通过食物来反推到这些知识点上 就是它是 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很多东西它是互通的 就交错的 是吧 就是这个色跟肿它又能交替 反正就是很多样化 斐西这东西就是这么多样化 是吧 那我们讲的龙道之处必有水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老翠有玩的一些料子 切开或者是开窗也好 只要是有色的地方 明显它的肿是要好很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龙道之处必有水了 那比如说有些料子可能真的是进色的部位 用色带部位 哇 肿画得很好 完全界面级别 要肿有肿 要色有色 但是可能没色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那种 很多这种料子 是吧 那龙道之处必有水呢 也就是这么来的 是吧 那木纳的色呢 兄弟们也有几个特点 是什么 首先它的色很艳 它不会像木丸鸡料子一样那么辣 就是像辣椒一样特别特别辣 辣到都得了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艳 鲜艳 懂意思吗 还有一个特点 纯 不光是色纯啊 它的肿 也很纯 就它的一个肿 它的底子也很纯 包括是吧 甜 我们讲的木纳料子 它就放糖 肉质很甜 底妆很干净 清秀 这个也是木纳料子 它的一个特点 那总的来说去了 就是说木纳料子 它为什么能够制色 包括它制色的一个原理 是吧 我们通过食物以及道具呢 给它做一个展示啊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 小子 为什么讲的 就木纳料子 它的特点 我艳 你看这个色料 兄弟们 我可以看一下 真的 非常非常的艳 看到没有 那这个料子呢 兄弟们 也是真正属于收藏级别的 就是也是百万级别的 一块木纳料子啊 真正它的种色呢 都画得非常非常好 是吧 就是说目前 我们能看到这一包 是吧 真的非常非常的辣 整一个这一枚 是吧 其实像局部啊 局部它有更化的 更好的地方 让我们自然观看下这里 这一小包 是吧 完全有点 我们讲的帝王绿的味道了 什么是帝王绿 就是种水完全能够达到 冰种 冰种以上 它的色刚好是 我们讲的五到六分色 它就是我们讲的 有点帝王绿的味道 是吧 这个扣一颗界面呢 指定是 是吧 就是说小六都拿不到 中六甚至上大六 一颗小界面啊 是吧 那其他的部位 假说做一些打一些牌子 是吧 那出来的一个价值 也是非常非常之高了 因为一块料子呢 它的种色都很好的话 那么是吧 它的价值一定是很高的 就我们讲 种差一分 加差十倍 色差一分 加差百倍 这个悬殊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看 那木纳有色必净 这种料子 它净色的一个几率呢 还非常非常之大 那当然另一块 是吧 就是我们刚刚展示的 这个 类似同像制色的一块木纳料子 像这个料子呢 兄弟们 它的特点是什么 色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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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 但是种的话没有刚刚那块好啊 刚刚那块的完全化冰的 但这一块呢 其实是吧 种水是没有刚刚 种是没有刚刚那个好的 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就是色 它能够完全扑得开 能够打入到育肉内部的一个质地去 那这种料子是吧 就是说它净色的一个概率啊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木纳料子 是吧 净色的也得也跟大家讲了 那同样呢 也是一块收藏级别的木纳 好吧 兄弟们 那今天我们木纳的色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呃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看法啊 然后免费分享给大家 希望就是说 在大家玩水翠的道路上 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哪怕一点点 好吧 那我是小智 如果你也喜欢翡翠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给个鼓励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